今天帶來關心卡努颱風目前的最新動態 卡努路徑大轉彎 明天開始將會為北台灣帶來較大的雨勢 詳細天氣消息交給記者李作恆 好 觀眾朋友沒有感受到 在今天雨勢是突然來得又快又猛呢 沒有錯 主要還是受到 颱風卡努的外圍環流所影響 所以我們看到在今天 北部以及南部地區都出現了短暫的震雨 在明天也就是8月2號 中南部會有局部的雨勢 北部 東北部也有零星的震雨 至於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說到8月3號 8月4號的時候 中南部山區還有北部 都會出現局部的大雨 而其他地區會出現午後的雷震雨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在這幾天 觀眾朋友如果出門的話 一定要記得還是要把語句帶在身上了 而現在卡努颱風 它的最新路徑的預測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邊出現了一個大轉彎 為什麼出現出這樣的轉彎呢 那麼也解構說為何一夜會大翻盤 這是台灣颱風論壇的執行長陳柏宏 他就提到說在8月2號跟8月3號的時候 北方高壓的地方減弱 所以出現了缺口 另外再從卡努南方犧牲 所以就把整個颱風往上頂 往東北的方向拉了 所以現在這個卡努颱風 它是朝著日本的方向 慢速在前進 會惡度來襲擊沖繩地區 但是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因為颱風隨時都在滾動式的變化 它在沒有消失之前 天天都還是管間 好 那麼繼續再來看 就是杜蘇瑞颱風的外圍環流 則是一路往北 為北京跟河北等地帶來驚人的雨量 部分地區累積雨量接近1000毫米 北京道路淹成了小河 更一度傳出盧溝橋都被沖垮 不過官方後來澄清被沖垮的橋梁 並不是盧溝橋 不過可以看到的是紫禁城真的淹水了 白色轎車越沖越遠 路旁民眾束手無策 因為大水還在往上升 就連平時的購物區都出現湍急洪水 讓人分不清究竟是道路還是河流 然而更驚險的還在後頭 北京民眾目睹橋梁坍塌 車輛落水 更有民眾指稱崩塌的是知名盧溝橋 不過大陸官方隨後澄清指著 這座橋梁其實是小青河橋 瘦渡宿銳 颱風未為環流影響 北京豪雨沉災 連央視記者都腳泡水撥爆 現在我這個地方所站的 你看這個水已經慢過 慢到我的小腿度了 大概是有40公分左右 附近一處公車廣場水淹到雨刷的位置 再往裡頭走水位更深 估計約有1.5公尺左右 由於北京降雨最多的門頭溝地區 已經斷水斷電 當局摸黑車離居民 場面現象還深 另外我們看看路邊還有一輛衝下來的車 整個這輛車車底夾砸了這些樹枝 這次暴雨也讓北京宣布各大景點民宿關閉 紫禁城則是在出現九龍土水 還傳出部分地區有積水現象 但大陸媒體之後重返現場 說積水已經消退 比如說我們來看探索物廣場 它首先的雨水降到這個屋面上 那麼它會從屋面倒到了台積 那麼台積下的水呢 那麼又會倒到了院落 當中層層勾取排水設計 消退北京其他地區而言 還能發揮效果 但不只北京 滾滾大水中隱約可見 男子頭部浮在水面 這名河北省的駕駛 成功從被沖走的車輛爬出 勉強靠著一點支撐 在車頂等待救援 那個水很快 幸好男子最後幸運生還 上演奇蹟救援任務 你誰上了 他上了嗎 山東濟南野水淹成災 救難員背著婦女涉水脫困 還有公車開到一半突然停車 原來是前方大水中 由老人家跌倒所有人紛紛上前 在湍急水流中合力 扶起老人家 在杜蘇瑞登陸的時候 位於其東側的負高壓 引導著杜蘇瑞殘餘環流 一路北上 隨著其不斷向北移動 負高壓與西部的另一個高壓 互相連通形成了一個高壓壩 攔截住杜蘇瑞北上的腳步 報導稱光是河北凌晨兩天內 就下了將近1000毫米的雨量 這個數字是當地年降雨的兩倍之多 另外暴雨也導致部分鐵路中斷 由於車廂物資不足 女乘務員急忙安撫 在下去的時候 我特別有感觸 他幫得了處 我們走了七八排 你把這些東西給大家運回來 千萬不要擁擠千萬不要擁擠 哪怕咱們吃不上 慢一會就好 好不好 北京接連出動 四架陸軍直升機 前往通訊中斷地區空投物資救援 灰褐色的叫護堤坡 但是我們看到封下來的 已經被折斷了這個綠樹被他給掩蓋了 杜蘇銳颱風從上週末起 一路從福建北上 外圍環流繼續為西安 山西 河北 北京 山東等帶來恐怖雨災 三天內共發出七次暴雨紅色警戒 死亡人數繼續往上升 儘管各地災情慘重大陸解放軍 照常在8月1號清晨舉行升旗典禮 以紀念解放軍建軍96周年 大陸氣象預報警告 儘管雨勢趨緩 帶為了一周人事地質災害的高風險期 提新聞 綜合報導 好 接著國際焦點則是來關注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的一棟大樓 三天內兩度被無人機轟炸 根據了解這棟大樓是俄羅斯部會首長的官設 而俄羅斯則是鎖定烏克蘭三座城市轟炸 當中的克利福洛正是澤倫斯基的家鄉 一棟九層樓高的公寓被飛彈消去一半 造成至少六死七十五傷 消防人員大半夜忙著灌救 房子被炸出一個大洞燒得一片火紅 根本看不出這裡是學生宿舍 而這已經是兩天之內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至少第四起轟炸 8月1號 烏克蘭當地時間將近凌晨1點時 俄羅斯派出了伊朗無人機轟炸 哈爾科夫的學生宿舍 而就在不到24小時之前 一棟九層樓的公寓大樓被消掉了一半 四到九樓只看見焦黑的巨大彈坑 烏克蘭的工業城市克利福洛 一棟公寓被飛彈擊中 還有人埋在瓦力堆下 而這座城市剛好就是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的家鄉 看見自己從小長大的地方被轟成碎片 澤倫斯基心裡當然不好受 當地的住戶更是餘悸有存 這位大叔真的好悲情 他從哈爾松來這裡躲戰火 結果沒有想到戰時的欺身之鎖又被炸了 看見是歐斯基心地被攻击 可不可以 你所說的 Voldomir Zelensky 英國總統的家鄉 是一個大廈的工業城市 明顯是歐斯基心地 是一座倉庫被炸 8月1號學生宿舍遭到無人機攻擊 往中部一點的工業城市 克利福洛工日被轟炸 至少6死75傷 再往南一點走 赫爾松也遭砲擊 至少4死17傷 兩天之內至少10人死亡 90多個人受傷 俄羅斯似乎真的是被烏克蘭偷襲 莫斯科金融區給惹毛了 暴復式的轟炸沒有停過 另一方面 烏克蘭在東南部的大反攻 也面臨挑戰 躲在民宅之間開槍 烏軍奮戰的這個地方 從空拍畫面上看 是一座僅有四條道路的小村莊 斯塔羅馬約斯克 這裡沒有樹林 也沒有多少民宅可以當掩護 一片光凸凸的 卻是烏厄過去兩周戰火 最激烈的地方 斯塔羅馬約斯克的戰況 扑朔迷離 7月27號 烏軍宣稱收復村莊 結果30號 俄軍又說重新奪回 再隔一天 路透社要報道 烏軍打跑了俄軍 再度解放村莊 不過烏軍在困戰中保住了斯塔羅馬約斯克也被毫無斬獲 有烏克蘭的軍事評論家語言 烏軍渴望在60天內推進至亞素海岸 切斷俄軍在烏東和烏南之間的聯繫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看在莫斯科的部分 金融區兩度遭到無人機襲擊 西方的軍事專家就研判 烏克蘭可能動用自行研發的無人機 這種無人機最遠的飛行距離 可以達到800公里 可以從基辅一路飛到莫斯科 而且還能夠載20公斤的炸藥 不過專家認為烏克蘭與其把心力花再攻擊莫斯科 還不如把這些武器投入烏東戰場 莫斯科金融區的摩天大樓 左邊用鐵板修補的是前一天的攻擊受損處 右邊21樓又出現新的焦黑傷痕 原來周圍的凌晨 同一棟大樓再度遭到烏軍的無人機襲擊 附近一座國際機場還因此暫停起降 俄軍的防空干擾攔截 無人機殘骸墜毀只造成 大概150平方公尺的損害 沒有人員傷亡 莫斯科居民瑜伽有存 因為前一天烏軍襲擊 經歷了恐怖一夜 巨大的火球下的居民崩潰尖叫 烏軍兩度挑 深夜襲擊 似乎有意在俄國的太平鐵幕上撞出裂痕 近一個月以來 烏軍五度襲擊莫斯科 民眾再也無法遠離戰火 就連俄羅斯官媒也不得不報導 在這附近一天 國際上撞出了 軍事機場在 積極的激動戰火 成為一個揮動 負責 責務 稱他們 攻擊 攻擊 反應 他們 影響 川普欣摆出一副 你伤不了我的姿态 毕竟乌军没有能力摧毁重要目标 还冒着伤极无辜的风险 恐怕招来国际舆论的非议 真的值得吗 就连西方的专家也说 与其冒险不如打胜仗更加实际 其实乌军有很多宝贵的无人机战力 都是国内自行打造 包括袭击莫斯科中 奔演关键角色的UJ-22 乌国自治的UJ-22 据称采用车用引擎 巡航时速120公里不算快 但是能飞7个小时 自动飞行范围最远可达800公里 从基辅飞到莫斯科绰绰有余 重点是能载20公斤的弹药 像是迫级炮或是火箭弹 飞到目标上方投放 号称侦达一体 除了不对称作战 乌军也在前线不断施加压力 俄罗斯占领区的盾内四科城 遭到乌军炮击 摧毁了一辆巴士 也波及到民宅 至少造成二死四伤 只是乌军的反攻 还是没能拿回像这样的大城市 也难怪俄罗斯有恃无恐 客攻对外说 现在没理由和谈 对内维稳的手卡得更紧 TB宣布导 中共军方高层罕见的换血 火箭军高层大洗牌 再请坐横带我们了解 好 中共火箭军 现在说这个高层大洗牌 还创下了先例 到底是谁呢 我们就带你来了解到 是这个火箭军的司令员 他是王后兵 他是海军出身的 接替的人是这一位李玉超 他是第一位 不是火箭军所内申的司令员 他在2016年 是南海舰队的参谋长 而2018年是海军的副司令 另外大洗牌的 还有火箭军政委 现在换成了徐熙胜 他曾经担任北京军区的 空军政治部主任 在2017年的时候 是南部战区的空军政委 那其实火箭军 他们的作战任务 主要是飞弹目标打击 核打击 另外还包含了核子反击飞弹 而前三任的司令 都是内申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会说 他是创下了先例 那么刚刚说到这个徐熙胜 他是接替这位徐中坡 而皇后兵特别要提到说 他接任的人本来是李玉超 那他其实去年1月份才升官 升成火箭军的司令员 61岁 也还没有到退休年龄 那为什么突然要换人呢 有南华早报就说 他是被反腐机构给带走了 但是两位的下落 目前都还没有办法获得证实 好 镜头转回国内来关注 已经服役超过25年的 幻象2000战机 空军今天宣布将要针对 其中9架双座机 进行延寿工程 更表示这将使得幻象战机 可以再使用20年之久 这个规划是为了维持飞行员的训练 跟空防战力 但是破亿的花费 只严寿不升级 这样子好吗 也再度掀起正反两派的讨论 国军幻象2000机队 捍卫台海已经超过25年 但空军对他还有更多寄托 那么双座机在很多的重要任务 以及这个换装训练 其他部分他使用的频度比较高 按照原厂的建议 这是整个机队管理修复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他来做延寿的评估 那延寿完成之后呢 按照他机体结构时间 预估可以再使用20年左右 为了维系战力不坠 还有飞观换装训练 9架幻象双座机 MLU中期延寿计划准备启动 工程预计为期三年多 但新台币1亿5000万元的预算 到底值得不值得 清国号战机IDF战机 还有F16战机都已经升级 不管是响展案还有奉展案 轮位都做得不错 那唯一就是没有升级就是幻象 那幻象2000的话 你如果不升级 只做延寿计划 那何必要花这笔钱 而且延寿 他只是做里面局部的修改而已 那他还是要面临消失性的伤缘 不支持的声音 起因延寿不等于性能提升 加上幻象战机 出勤花费高众所周知 比较作业维持费 幻象战机 每小时的飞行围保费用 59万元 对比IDF22万 和F16的15万 都有不小差距 而买了F16 Block 70之后 直接太出幻象 争论从没停过 而退役幻象战机的飞官 提出不同观点 他针对双桌机做MLU延寿 那这是有安全的考量 除非你说OK 很立马 比如说一两年 或是很短的时间内 这机队我们全部都不要了 只是延寿不是升级 我不会说不对 但是你如果连延寿都不做 你未来连升级的空间也都没有 对啊 因为你连他服役的 预划他服役的时间 都没办法去满足的话 你更何况去升级 但攸关第一线战斗人员 生命安全的还有接战能力 幻象战机当年之所以 被视为成熟的军备 已经中断成空对空飞弹 和电战装备因俱全 不过台海战场环境 金飞昔比 你还是26年前的电战系统 那现在中共一直强调 在复杂电池环境下作战 我们还是保持在 20多年前的电战环境 你怎么样去对抗他 尤其军级战 它其实是个载台 那载台它的软体可以升级 它退居一个16机队的辅助角色 这也都是可能的 但是我认为 它还是有它存在的一个价值 做延寿或做升级 1000个理由可以做 你要不做 也有1000个理由可以做 它不是是或非的问题 战机沿用于否 攸关整体防卫规划 因为国军的选择 可不像中共那么多 官兵们表示 一定深刻领悟统帅希望嘱托 时刻牢记使命任务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加快提高打赢能力 赶在八一建军节之前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西部战区空军 这番精神讲话 台面上为了备战 倾下军令 实际上是先对地方单位 整治军纪 那看起来习近平今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去了三个战区 那显然他对战区的工作要求 可能心理上有一些不放心 所以要再一次的去要求 去跟加强 四月到现在 习近平一连串视察 从南部战区南海舰队 到东部战区的指挥部门 主要关心部队当面战情状况 特别是后者更是对台作战 关键起点 因为有权申请调用空中兵力 跨区增援 如果真的发生战事的时候 虽然由当事的战区来主导作战 那但是其他战区 会听军委主席的命令 或是军委联合主席 指挥中心的命令 会派相关的部队来支援 当事的战区来作战 所以其实西部战区 未来应该 如果台海有冲突 它的战机应该也是会 投入到台海来作战 中共军力 种类和数量的现实 压迫着台湾敌情评估 对国军来说 每一分空防战力都很珍贵 因为作战只分整体胜负 而不是单一机种 逐对厮杀 TVB的新闻 朱光宏 业日甫看到 至于今天的十点不一样 精选再来关注 从去年开始 央行连续五度的升息 不止房贷族的利率负担变重 就连参加以防养老的 银法族们也受到冲击 目前已经有公股银行的利率 是从3%起跳的了 代表银行银法族 每个月要交给银行的利息会增加 而每个月领的生活费 相对就更少了 以各家银行的统计来说 如果是以防养老 每月支付生活费的金额 以1万到3万的占比最高 低于1万的也所在多有 不过在物价高涨的年代 这些钱够支应生活费吗 专家算给您听 想过舒适的退休生活 累积足够资金 绝对是重中之重 迈入70岁的银法族叶女士 因为不想拖累子女 先前曾到银行 询问以防养老申办方法 但她发现 月领金额不但不多 甚至还会逐月减少 对自己帮助不大 要开个刀小刀 那你是不是比较要多的现金 那你住在医院里面 万一小孩都在外国 或者是小孩没有办法照顾你 你就要请个看护 那看护每天的钱很贵 也都3000多块 所以医药费加上看护的话 就需要的现金就会比较多 那银行给你的钱 可能就不够了 经管会统计 截至今年5月 国营以防养老申办件数 已达7110件 累计总金额404亿 较去年同期成长18% 从以防养老业务龙头 和库的数据来看 岳父金 借于1万到3万的比例最多 占43% 另外土银高达8成借款户 岳父金落在3万以下 华南银行岳父金则是2万以下最多 占比62% 易银岳父金每月低于1万的 占25% 叶女士认为 卖掉现有的住处换小房 手头留下的现金 比参加以防养老还划算 比如说你市价是2000万 他就用八折 也可能是七折 来估价 来借钱给你来做生活费 期限到了 他又以八折来算 然后有残余价值 他也许给你 也许他就 银行就收回了 所以2000万的房子 打八折是1600万 再打八折是1280万 那你2000万的房子 就变成1280万 无形中这损失很多很多 以防养老的 建价的金额 通常不到这个市价的七成 所以对于银法族来讲 我自己辛苦了一辈子 买一间房子 那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我就缴了房贷 那老的时候 又要被银行收取银行利息 然后又建价又少了三成左右 所以他的建价跟市场的差距太大了 除了银行建价打折扣 央行连续五度升息 也会冲击以防养老申办意愿 专家点出银法族要付的利息增加 等于领到的月付金变少 加上通膨问题 生活费节节攀升 以防养老未必划算 有几个族群特别适合 第一个是膝下无子的 第二个是你可能容易诈骗 耳根子比较软的 第三个是有子女增产问题的人 你都比较适合做以防养老 因为你不会把房子卖掉 如果把房子卖掉一次性 拿到太多钱的时候 很快的 如果是因为子女增产 或者是诈骗集团盯上你 这些钱可能是付诸东流 以防养老涉及建价 与房市景气息息相关 根据房仲集团发布的 最新景气灯号显示 第二季房市已脱离景气低迷的蓝灯 第三第四季渴望进入景气稳定的绿灯 预期下半年房市将呈现有感亮缩 温和价格盘整而非大幅修正 这一波景气的一个修正 房价的一个盘整 这一些区域 它如果生活机能 目前还没有办法 到完全到位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修正的几率是比较大一点 专家直言 政府使出打房连环权 包括平均地权条例 团房税2.0 加上总统大选将至 还有国际经济放缓等冲击 都将影响卖卖移转动数 预估全年减幅约15% 面临27万栋保卫站 这个行情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很大幅度的一个修正 以目前来讲 应该是在5%到10%左右的一个修正 房仲集团归纳下半年房市三大趋势 包括内需复苏 商用不动产看窍 以及预售吃紧 乘屋价稳等等 想买房的自住客 不妨趁机多看多比较 TVB新闻 吴奎妍 戴月丽台北报道 政府的打房政策到底有没有用呢 为什么根据资料统计 囤房组却变多了呢 我们继续再交给左航 好 政府寄出了囤房税2.0 就是要打击炒房的 那真的有效吗 我们看到说囤房组 最新的统计当中 变多了 税增加2万人 我们看到全国的囤房组统计 2020年持有10户以上的 是1747 那么持有非自住住家的 有48万多 到了2023年 持有10户以上的 是比较少一些 有1608 那持非自住住家的 变多了 是54万5000多 那当然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到 我可以很明显知道说 囤1到2户的 一共是有50万9624人 那当然呢 等于是年增越超过了2万人 这个也是囤房组 为什么会增加的主因 不过在一些大户的部分 像是囤3户 以及囤10户以上呢 都是年减700多人 以及年减51人的 那其实财政部官员就说 大户是稍稍有减少 而囤1到2户的增加 就认为说呢 变动的原因可能是 买卖或者是继承 又或者是变更房屋使用 那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囤房税的2.0 所以呢 加重税率之后 造成这些大户 他们赶快的释出房屋了 而我们从县市部分 来看到的话 囤房人数前4名的是 第一名新北市有7.6万人 再来高雄是5.9万 台中有6.5万 再来台北市也有5.6万人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千万不要觉得 退休还离你很遥远 就不提前做准备 因为根据数据显示 每晚10年开始准备退休金 每个月要存下来的钱 就要高出一倍 越早准备才能越轻松 至于存退休金 也不是埋头死死存 如何活用钱滚钱 计算好未来的风险 才好顺利达成目标 我固定每个月会拨个 三千到五千这样子 不定时就看看股票最新状况 今年28岁的陈先生 研究所毕业后 出社会虽然只有短短三年时间 但已经着手规划 人生的财务架构 其实我现在每个月 都有在投资一些ETF 对小额投资 然后再加上我还有买一些 那个储蓄型的保单 对那其实这些都是积少成多 那以后慢慢的这些 也会变成你退休的经济来源 两百万是另外的 两百万是一些紧急状况 你可能会用到的 而为了能拉近目标距离 除了在企业任职 同步也斜杠接案子增加收入 而为了退休后的生活做好准备 其实这样的数字已经算很少了 我会习惯在线上表单去计算我的收入跟支出 这样子才可以从我有限的薪水当中 去了解我每笔支出跟收入 赚了多少花了多少 一笔一笔记清楚 养成每天记账的习惯 搭配投资理财规划 38岁的陈小姐设定自己退休的目标 是至少要存到千万元 至少上千万 你要期许未来绝对不会有这么大的 这么好的物价 绝对会有通货膨胀的状况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算在里面 就是现在的千万 一定不是比未来千万好用 不仅要越多越好 而且还得要越早越好 根据数据显示 每晚十年开始准备退休金 每个月要存下来的准备金 就得要多出一倍 不过调查也发现 仅有百分之二十二点二的受访者 真正开始付诸行动 准备退休金 有百分之三十五点九 是完全没有任何规划 尤其对年轻族群来说 退休是遥不可及 不是现在要思考的课题 养儿防老这件事情 在未来的社会 其实是可能性是越来越低的 因为其实少子话表示说 其实可能一对夫妻 没有生小孩的 或者是只生一个的 那跟过去 当我们就是能够有这样子 这个人才世代交替的 这个比例来讲 其实是不断下降 更不要说很多是不婚不生的 所以其实养儿防老这个观念 在未来可能逐渐视为的情况之下 所有在现在在职场上的工作者 都必须多帮自己打算一点 以主计总处最新统计来算 65岁以上的家庭 平均月支出6万元 若以65岁活到90岁来计 一个家庭退休金准备 就得要1800万 根据理财专家提出的建议 退休准备金一定要专款专用 别因其他计划挪用而打破重来 同时也要做好医疗的防护网 做好医疗费用转嫁的准备 以及不会因为任何突发重大事件 而中断的稳定长期投资 其实现在国人的余命 每一年是以0.3岁去做增加 所以如果到了民国150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平均余命是来到93岁 那第一个风险就是我们的通膨风险 如果我们每一年以通货膨胀三合成 去做计算的话 我现在的100块经过30年之后 我只能买到41块的东西 那第三个风险就是我们的健康风险 随着年纪增加 其实我们进行医疗行为的情况 也会越来越多 那第四个就是投资风险 2003年的这个SARS危机 2008年的次贷风暴 以及我们2020年的COVID-19 大概都知道 这时候景气如果不好的时候 刚好我需要用钱的话 那该怎么办 大环境持续滚动 物价通膨 也只会往前走 在医疗进步 又少死患的年代 年纪大了 还是得要靠自己 退休金的准备 最慢就是 现在启动 记得新闻中等容成为月台北采访报道 林静竹科生医园区 AI智慧园区的新竹县竹北市 近年来由于产业聚落成型 就业机会大增 也吸引许多年轻家庭移民到这边 让竹北的人口高速成长 不过人口增加 基础建设就显得不足了 随之而来的房价飙涨 还有严重塞车的问题 现在也成了竹北人心中的痛 而为了应应需求 竹北这几年是拼命的盖学校 盖图书馆 还有建设运动中心跟公园 交通干道也加紧了赶工 希望能跟上人口发展的脚步 今年全台房市降温 唯独新竹房市跟夏季气温一样 节节攀高 实价数据显示 三房格局超过四成物件 每个月租金都要三万起跳 竹北高铁特区新建案 更是每平单价喊上七字头 由于当地就业机会多 因此无论人口成长率 生育率平均所得 竹北都是一只独秀 平日用餐时间 楼上楼下座位全满 这间位于竹北的人气餐厅 以眷村饺子 面食和小菜文明 吸引不少科学园区工程师 天天上门光顾 住在竹北三十几年的老板犯应勤 明显感受到这十年来 当地人口急剧增加 市容道路和绿带的相应规划 让他相当满意 八十几年的时候 我应该算是这边第三 前几家开立的餐厅 那么那时候这边一片荒凉 但是新竹县政府 非常的积极做 新兴都市的 这个一期二期的规划 截至今年六月 竹北人口数达到 二十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人 足足比十年前同期 增加五万两千多人 光以这一区 竹北的时薪里来看 多达百分之九十七 都属于外来人口 住宅几乎饱和 已经担任第三届里长的 毛政府说 由于就学需求增加 竹北的确一度 面临国中小学不足的窘境 当时的状况就是 压力会很大 很多家长都会来拜托 是不是说 类似说入学的部分 能不能够帮忙 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 这两三年来平心而论 几乎没有家长打电话来说 里长拜托你 帮我争取到哪个学校 哪个学校这样子 为了因应需求 新竹县政府近四年来 持续新增并扩建国小国中 以及公立非盈利幼儿园 整体数量来到18所国小 9所国中 幼儿园也有23所 目前新竹县政府 也正与台湾大学 争取设立台大附中 或台大实验中学 希望解决每年三成 国中毕业生 无法就近入学的问题 我们在1990年给他提供的校地 到现在因为他进度不理想 我们请他设台大实中 台大附中 或者是在竹北生育里面 设台大的实验中学 如果这两个他都没办法建的时候 我们跟他要求 三公顷到五公顷的土地 还给我们 我们自己来兴建 教育资源陆续补上了 不过塞车状况 还是让竹北居民很头大 他9点上班7点出门 因为塞车高速公路也要塞 这边出去要上高速公路 这一段这个地方塞得很严重 然后去沿区一定塞 停车为了铁定的 路边的停车的话 早上也没得停 停车为了不够 道路桥梁基础建设 小朋友上台表演朝气勃勃 反映出竹北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新竹县长杨文科 接下来还要推动台资源区 和竹科三期计划 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 交通乱向也需要解放 直通竹科例行路的道路 我们在今年10月 就可以正式来通车 第二个 金国大桥 我们也把它透建 那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马上在9月10月就要发包 科技业带动竹北高速发展 但软硬体建设仍有待更多资源投入 加速度过阵痛期 TV北新闻刘立成 但元丽在新竹的采访报道 来了解日本的百货公司越什么 越变越少 进到百货公司 从头到脚 用餐还是娱乐 几乎都能一站完成 但因为电商网络的兴起 加上疫情后改变了消费习惯 以及快时尚的崛起 都加速了日本百货业绩下滑 即便是坐落在 稀来攘往的 东京色谷车站旁的 东极百货 也躲不过在今年1月 终止了55年的营运 以前我常说百货公司 也许是为了我们 X跟Y世代所盖的 日本可能刚好在这10年 再加上整个老化的 高龄化社会的一个出现 那年轻世代就两个 高龄化世代出现 年轻世代 它有新的形态的购物的形态 那刚好整个到了一个 Tipping Point引爆趋势点 所以你看到它很快的 有那种快速太坏 好像倒掉很多 截至2021年 这10年间 日本百货公司的销售额 从6.15兆日元 下滑至4.42兆日元 百货数量也减少了59家 相当于2011年的四分之一 甚至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 有两个已经完全没有传统百货 反观台湾是否可能 也面临相同命运 我们是往上的 那已经看到外面有顾客 要向下的时候 我们会先按好 他当这个要停的楼层这样子 电梯上楼的同时 先为准备下楼的顾客 按好楼层 电梯先生贴心的服务 在许多百货也已经看不到 就真的剩下你们这边还有服务的 那个电梯先生 电梯小姐这样子 那有时候我们服务每一个客人 他们给予的回馈 对于我们来说 内心其实是很澎湃的 觉得说很温暖 外国观光客的部分 他们来台湾 也会问我们一些 附近有哪些景点 或者是他想要买的伴手礼 可能贡礼书在哪边 那而且针对一些假日的部分 银行或者是邮局都没有开放 那只有百货这边可以服务 换外币的需求 连长的老人家 他们可能对于那些活动方面 看得不是很懂 他们还是需要通过人员的介绍 相较于电商平台 实体的百货公司 能提供最直接的服务 对于部分顾客而言 他仍然有存在的价值 但面对网络时代 台湾的百货公司 也必须与时俱进 在今年四月开展的 全新电商平台 将营业时间多加一点 在实体百货打烊之后 可以提供24小时的服务 增加营业时间 也调整柜位 重新更改内装 或是引进新品牌 甚至因应不同档期 增加各式各样的活动 想方设法的招揽生意 把会员卡 行动支付跟消费回馈 通通可以在APP上直接完成 结合线上线下增加购物的方便性 科技的应用不落人后 台湾百货的进步 也许正是他们没有被击到的原因 而从台湾百货公司的营业额来看 2022年全年营业额冲上 3946亿元超越疫情前 而撇除疫情时间 年增率都是逐年增长 台湾刚好还没有到引爆趋势跌 在我看来 他可能还在爬坡的阶段 所以Z世代还没有完全 成为一股势力去颠覆到我们XY世代 根据最新的调查 从今年开始 全台湾的商场开发案 将会有48座的百货陆续完工 而从2023年到2025年之间 大约会有28座的百货商场陆续开幕 以2023年来看 光是台北市四家商场开幕 其中不少百货结合商办 或是设立在捷运购购 版图调整其实也是降低风险 其实也不止电商 瓜分百货公司的客源 超商以及超市 到处林立也抢走了生意 Z世代要来的一站式购物 他可能要的是说 我因为要来吃一顿饭 再加上运动一下 再看一场电影 整个到做疗愈式经济 或者是健康经济 这件事情才是他驱动 他所谓一站式购物的 一个需求的整合 究竟是什么原因 能吸引我们走进百货公司消费 也正是他们屹立不摇的原因 除了倚靠商场 随着时代的更替 百货公司的营运思维 也必须太旧换新 为自己铺路 TV北新闻张明如 交汉微信单词 台湾报道 旅美球员大谷翔平 近期三场比赛 频频被对手禁远 也就是故意四坏保送 本季累计已经多达13次 天使周一在客场对上勇士 高作大联盟全力打王的大谷翔平 无疑是勇士再三提防的对象 第一局手打席 就挨了一记出身球上壘 为了阻止大谷再开轰 勇士总教练Snicker 也在第二局匕首室 要让大谷获得故意四坏球保送 近期三场比赛算下来 大谷已经被故意四坏保送 也就是日文所谓的禁远五次 成为大联盟本季的禁远王 超越守护者队强打Ramorett 好不容易到九局上 大谷抓到机会 却被勇士的Harris奋力一抓 没收大谷第40只拳内打 不过天使没有熄火 包括首局首打席的Renheifo 四局上的Grichock 和五局下的Wallock接力开轰 新队友Kron 九局上赛销一安 奠定胜机 天使中场4比1赢球 勇士唯一一分 由拳内打王欧森拿下 而他也离大谷只差三轰 同天还有精英对上蓝鸟 Haze第九局也大袖守备米记 没收Meryfield强打 以4比2赢得比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有水都支撑的意大利 威尼斯正面临无法逆转破坏的风险 威尼斯正面临旅客过多 过度开发跟气候变迁的相关问题 南韩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热浪侵袭之下 已经有1117人中暑 其中高温致死的人数 还比去年同期多了一倍 大白天的南韩街头 艳阳高照 行人撑伞防晒 但对双手忙着工作的人来说 只能人受高温 久了恐怕有生命危险 上周光五天内就有357人中暑 尽管政府宣布尽量避免户外工作 却不是强制规定 不少劳工依旧出勤 在南韩经济道这座大卖场 一个月前才传出 又排退车的员工热死 业主还是没安排休息时间 或改善工作环境 不能休息的还有农夫 不少人还是六七十岁长者 周末在青山北道 就传出七位年长农夫热死 其中一人甚至体温已超过39度 올해 온열질 환자가 발생한 곳에 81.8%가 실외인데 이 중 논 밭은14.5%로 작업장에 이어 두 번째로 많습니다 专家表示目前朝鲜半岛上空 正覆盖两个高温高压系统 所以尽管下雨也无法降温 덥고 수증기로 가득 찬 북태평양 고기압이 우리나라를 완전히 뒤덮고 있는 가운데 그 위로는 뜨겁고 건조한 티베트 고기압까지 겹으로 쌓여 있습니다 우리나라 전역이 거대한 열돔에 갇혀 있는 겁니다 专家也忧心 新数据显示 目前南极洲海濱面積比45年前同期 已经达最低水準 7月中的海濱面積更比1981-2010年间 消失260万平方公里 相当72个台湾大 调节地球气温的能力正大幅减少 未来热浪恐怕更严重 TVBS新闻综合报道